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今天指数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就是我们看一下指数 这个指数最后一盘 这个是最后一盘 你看这里 注意看 很好玩 这边是多少 一 这边有个高点 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10266 对不对 10266 那这边最后是多少 10271 代表什么意思 我今天在我的LINE里面有点讲 我说 这个大家都有这个印象 因为 因为去年 你看这个去年不是有个高点吗 应该说2018年1月份有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 10270 整理这么久 一直整理整理整理 来今年年初9319 然后涨上去还是没过 上去还是没过 上去还是没过 上去要过不过了 那今天最后一脚把它踢到 踢上去了 就为了这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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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1 那我原本你刚开始那时候 电脑算错我以为是10270 因为那时候电脑这边有个领先指标 因为我们都在看这个 这个 因为提示收盘这个去掉了 这边领先指标那时候是11270 那时候是11270 怎么突然间变11271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电脑算的不是我算的 电脑算你才知道 电脑很会算 电脑很会算 电脑都算得刚刚好 就差那么一点 因为如果是11270 我在想如果说11270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有点尴尬 你这样外意什么 如果说 电脑要算到11270 那这样算有点尴尬 就是怎么会那么巧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这么厉害 怎么台积电刚好 例如说台积电 刚好294 它也不是294.5 它如果294.5就不准了 因为台积电一块钱是8.5点 如果294.5就多了4点多点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是10271 那如果是293.5 那也不行 那少了4点多点 那又不是10270 又没有突破10270 所以它刚刚好294 那刚好294来讲的话 那刚好就是刚好过了一点 我是在想说这个电脑怎么这么厉害 用手下的会比较准 我是觉得用手下的会比较准 因为电脑用算嘛 如果用手要多多 比如说那要下11270 那就下11270 假如说我们要写11269 那就是11269 那假如我们要写11271 那就是11271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然我不会说了 你听着听着就好了 反正我说的都要清楚说 你清楚听着就好了 反正就是很刚好 那另外一个意思吗 老师你讲这个东西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我是要跟你表达说 台北股市今年以来 从9319以来 总共涨到现在目前算出来是 1952点 多不多呢 也并不是特别多也不是少 就是从今年以来 连滚带爬嘛 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又 这边从今年以来嘛 那可是今年以来 如果按照国际股市 如果你比较国际股市 比较国际股市 你比较重要的国际股市 我们有个特性就是 台北股市尤其是最近 从9月份10月份以来 你会发现台北股市最近 比较强 那么什么是比较强 就是说你发现你这样涨 美国股市跌我们一定会跌的 保证啦 保证会跌啦 美国股市涨我们就涨 跌就跌 这一定是规定的 你不要怀疑啦 就是这样啦 这就是规定的啦 你就听我的啦 反正就是一定 它上去我们就上去 下来就上 这个一定是这样啦 可是最近 你从8月份以来 对不对 尤其9月份 你注意看这里 这个好像也跌了不少 这8月底 8月初嘛 涨起来跌下来 对不对 跌了不少 这个好像也跌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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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有一些跌 那这个也有 对不对 你注意看喔 我们都没落 你把他 你把他 你这个地方看一下 你好像你看看 我们9月份都没落 你有注意看吗 那我们只有OTC指数 稍微 意思意思 买个单 意思意思有稍微跌到的季限 就9月份 对不对 因为我们跟着这个 正常来讲我们是要跌吧 正常 我说正常我们要跌下来 跌到也要跌到季限来 但是我们在月线就停住了 你注意看啊 有没有 他们都跌下来 连季限都跌破了 我有季限啊 你看季限吗 你看季限 这个至少也跌到季限来 你看我们都没落 好不好 我们跌这要停的 我在9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过 9月26号我就讲过 你看这里 那跌下来 那时候在震荡 我记得我在9月 9月底的时候 有办一次讲座 那时候就是因为 我们从这边来看 因为这里还没涨 这边是9月26号那一天 我们如果秀出来 9月26号那一天是 10871嘛 对不对 那它的月线 月线在这里 是不是多方式 那这个往下跌叫空方式 月线 这是季限 对不对 这是十日均线 那月线的扣底值是在这里 是不是扣底这里 那我不是说它是一个多方式 因为月线往上多方式 那季限的扣底值 因为季限的扣底值 它在这里 那这里 因为它这里比它高一点 所以它也是一个中线多方式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多方式 那从这里开始 我从9月份就一直跟你讲 这10月份会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还原这个电脑 9月26号 这里 对不对 那你把它扣底值打出来 一样嘛 同样的图形嘛 那你看看 你看这几天在整理的时候 如果说你看不懂 你认为这个盘会崩盘嘛 你看不懂 你可能是不是在 在这几天 在这个时候 就把股票都卖了 是不是 你可能就把它卖了嘛 有没有可能 你看这个地方 台积电那时候 我去讲座的时候 台积电在这里而已 大概在这里而已 对不对 上个月嘛 上个月去讲座的时候 大概在这里 隔两天以后 你不是有跌到262吗 我不是说这边是买点 是不是10日线 你有没有注意 那10日线 它回檔到10日线就强 回檔到10日线就强 那表示 这次股票太强了嘛 因为你一般来讲 要回到上升的一个月线 但是它10日线 或者是5日线 它就不跌 这很厉害 这标记说台积电后面有人 所以台积电后面有人 什么意思 你是说有员工还有当事顶 不是在说这个 有人啦 有人在处理 有人在处理这支股票 因为这支股票占全值23% 而台积电这一波 台积电这一波 你注意看 我们一样从9319来算 台积电从9319这边来算 从206.5嘛 涨到 这个里面还有除息还有10块 8块加2块 涨到这个地方 总共涨了700多点 我把它算出来 台积电总共700多点 它个人涨了700多点 770点 那这大盘涨了1952点 所以台积电占整个大盘的指数 贡献度是39.8% 那这样代表你要跟我讲什么 我要跟你讲的是很大一个重点就是 台积电它这档股票涨了770点 大盘涨了1952点 台积电它的全值23%而已 不是而已是23 正常它应该是占指数23%就可以了 那它竟然涨了39.8% 占了全值 它总共幅度不是只有涨这么少 我是说它占的比例是39.8% 表示台积电比别人平均多涨一倍 所以投资本你们会发现 现在已经是过了29年的高点 对不对 可是你发现你的股效好像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因为都被台积电拿走了 都被蹭掉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全值都被台积电蹭掉了 你那样的意思吗 所以你的手上的股票可能会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这里 也有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这里 不一定 只有台积电在这里而已 你的股票可能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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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为什么 那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台积电它是总司令 它把大盘带到安全的地方 在9月份它就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 那既然指数是被台积电控制的 是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个别股就要各自表现 对不对 至少大盘是安全的 个别股就比较不会那么的不安全 这样听我懂我意思吗 就算很多的股票现在还没有涨 但是它也不是 不会一直跌下去的 如果说今天大盘 台积电是大跌的情况之下 或是大盘是一个空方式 那有些股票就莫名其妙 现在就会跌停板 就会跌下去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大环境不好 可是这个大环境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一些股票表现不是很好的股票 它其实也都有机会来补涨 我这样讲 听得懂我意思吗 有听有没有 我希望我的表达你能够听清楚明白 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这边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欢迎回到这边下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张 之前我在这边讲的时候 你不会相信 因为你认为这个是做铜 所以说是做铜 这个是半铜水 因为你要从扣底子来算 这个力量是存在的 所以它一定会产生了顺风口出去 那时候是1087而已 所以我为什么叫你赶快加入这个Lite H1口3008 因为我们都会讲 那你这样子了解以后 那就要做股票 要做多还做空你要选一边 当然不是说你股票不能放空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它是一个多方式 一个顺风口 那百分之八九十的股票都可以涨 那这个问题你怎么这么厉害 要去空那百分之十的股票 那这样不是个性怪怪的吗 那明明就可以涨停板 你不要你偏偏要说要去放空 那结果 十档股票才会有一档股票要跌 那你要去哪里找 你是十档里面找 随便社会标找九档比较容易 还是 我说我拍天去青菜 多档也贪两角了 我说你不知道听到没有 何必要这么苦呢 要逆势呢 等到大盘空投的时候 我们再来放空就好了 我们鹰派又不是说 规定说一定要做多 我已经讲过鹰派不长期投资的 我们只做铺断而已 我们没回去投资这个关键 没问题 如果我们做到我们才会磨掉 做不到我们就走 所以我们鹰派的做法是 对就报错就跑 已经讲过了 不长期投资而且只做到三档 只操作三档而已 旧的没卖新的不买 我刚刚在赖里面有一次讲过吗 对不对 行情不等待除非你够快 敢买敢卖是鹰派 你要敢 敢去买敢去卖 例如像我在赖里面讲过这样股票 我昨天就提示 昨天礼拜一 我上个礼拜五买 一个转折reverse我买 一个转折reverse我买 开始放样的时候买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买 你如果不跟我说 看心情 我如果不想说我就不说 但是有没有 会员都在看 会员都在看 是不是拜五买的 会员都在看 我们三支股票而已 其中一支就是这支 就叫这支叫精彩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还没大涨的时候 我就跟LINE的朋友讲说 我们会员在上个礼拜 买了一档股票 叫做台积电的子公司 转投资公司 它是它的供应链 设备是供应链 对不对 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台积电当初 台积电供应链谁在涨 这个是最红的 这支这两档就是 最后期的这支 你也知道 台积电的供应链 对不对 这几天最后期的这支 但是我说这两股票 也是台积电 转投资的标准供应链 做封装测试 我这天买 这天LINE我有讲 那如果你昨天去买 你今天还可以赚半根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 用收盘价把它卖了 我不是在LINE里面有讲说 如果这两股票今天没有涨天板 我们就要卖掉了 大概赚10% 没有很多 两天赚10%也还可以 那我们是不是万通银派 剩下两档股票 我们卖掉一档 是不是剩下两档 那明天以后再买就好了 那我们会不会像别人做 50档100档 像今天我在LINE里面讲说 今天每一个人都会讲这档股票 对吧 蓝电嘛 跟这支空档嘛 对吧 蓝电就是做ABF载板嘛 它就跟这一档股票 做一样的东西嘛 跟景座嘛 跟星星做一样的东西嘛 ABF载板嘛 那今天就强蓝电嘛 蓝电昨天以前它有没有涨 有没有量 有没有要整理啊 就量收上去以后 攻击产生量收嘛 量收整理一个月嘛 月线往上走 是多方式顺风口没有走 那今天就放量 所以我说有钱才会涨嘛 今天放量就可以工涨停嘛 我今天早上连线的时候 讲这档股票 过了高点以后产生顺风口嘛 你如果今天买当然也可以 是不是 那另外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我早上也讲过 这档股票也是产生了顺风口 你注意看 开始整理一两个月 产生顺风口出去 一定要有钱才会涨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这个股票会不会涨 这一定会涨的 为什么没有涨 没钱啊 你注意看 没钱嘛 没有钱不会涨啦 你背起来就对了 这个有钱才会涨嘛 有钱变成没有钱 有钱变成没有钱 不会涨啊绝对不会涨 没有钱怎么会涨 一定不会涨 没有钱怎么会涨 这有钱这边没有钱 有钱啦 有钱啦 你不要让他有钱 我就跟你讲过 我希望你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们做股票不是每天在做表演 我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在那里面讲过 说今天大部分90%的分析师 每一个人都说他有买蓝电 有买这个康控 大家都会说这两支嘛 因为这两支都涨人板嘛 那没有错啊 我有讲啊 但是我讲 我有没有说我买蓝电 没有 我说我飞环台连线的时候 我讲蓝电 这两支股票产生顺风口 早上9点半的时候我就讲了 那这两支股票为什么我讲呢 我讲是因为我们今天做跌萃 做当冲 我们183.5左右 183左右我们去买 做当冲 所以我讲 那如果说今天 如果说没有操作 我就顶多解盘我也不会说是我们操作的 因为我们没有买50档100档 我们只有做三档 所以我们不可能每一档股票 每天都在换股票 没有办法 所以我说今天90%的分析师都会讲 蓝电 恭喜涨停板 康控 恭喜涨停板 一定会这样讲 所以我常讲说分析师的脸皮 都比厚的啦 对 脸皮都比厚的 不然就是这样啦 不然就是如果不是库存50档100档的股票 那之前都没有涨 不讲 今天涨停板就说我们哪时候买了 赚多少钱 如果没有涨就不要讲 就不要讲就好了 就把他放库存就好了 放在仓库就好了 不要让他曝光就好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的老师是什么都来走 不然就今天买啊 反正也不差这两档啊 不差五档 每天买五档买三档没有关系啊 反正旧的不要处理 一直摆着啊 一直买一直买 买来做什么为了表演啊 不是就为了表演嘛 去买涨停板不就要很简单 又不是开盘涨停板 就要买涨停板很简单 你就买到有了 你去买博 就开锅了 买来说我们赚了一个涨停板 其实怎么有赚 买涨停板哪有赚涨停板 你买这里怎么会赚一个涨停板 你要昨天买才有赚涨停板啊 这个也同样啊 你怎么会赚涨停板 你要昨天买才有办法赚涨停板啊 那我们买183 我们是当充的啊 我们也 对啊我们是183左右去当充啊 做跌脆 当充你不要听过吗 当充嘛 那当充这个真的是赚到啊 我们也不一定要 因为我们股票只能够操作三档 我限制的嘛 会员就操作三档 不能不能 旧的没有卖新的不能买嘛 那今天只有做当充嘛 那今天就 我们今天做这个动作 就是卖这档股票而已啊 这样我讲的没清楚 所以 我说百分之九十的分析师 今天一定会讲 会解盘会讲蓝电跟康控嘛 那如果明天没有涨呢 明天没有涨就换 讲明天涨停板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是规定的 不能换 分析师一定要有基本动作 明天如果这两档股票 没有涨停板或是没有涨 那就不要再讲了 就换讲北档股票 涨停板的 你知道吗 不然要做老师我问你 我问你 要做老师我问你 我老师要做 你我问你啦 你怎么做 不是都这样做 我怎么做 你看到这边大家都这样说啊 或者是你参加老师 是不是也是这样做 还是我误会他们的 你看我订钞啊 我平常没事也不会去讲别人不好 可是我必须要有时候 跟各位提醒一下 有些投资朋友 有些投资朋友 因为操作股票啊 基本上都蛮辛苦的 存了一些钱啊 要来操作股票 结果来了以后 发现根本 做了跟电视上讲的都不一样 不然电视上都讲涨停板了 那结果就买了100档200档 跌了也都不讲 也都不管我们 我再度跟我的会员讲 会员你在看啊 我节目是做给会员看的 你会员你在看 这档股票叫多方式 所以我们做多 我一直跟各位讲 会员你注意看 我操作三档股票 我们操作三档股票 就是只有三档股票 如果我们旧的股票没有卖 我不会再带你去买一档新的 你也有听清楚 会员要听清楚 所以我会不会说 今天每一天都要讲涨停板 不会 我会不会手上的股票 天天都涨停板 保证不会 因为我只有三档 我不是买3000档 我怎么会每天都要涨停板呢 今天1720档股票里面 行情虽然这么好 总共也才12档股票涨停板 这个机率来讲也是1%而已 甚至不到1% 这么少的一个机率 你要要求我三档股票如何涨停板 如何天天涨停板 如何天天涨停板 我问你 可是我这样做会不会赚钱 会啊 我这样做才叫诚信的老师 加入赖X193008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多方式顺风口 所以如果以后大盘有回撤 就要勇敢做多 当然做多的股票开始在扩散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明天见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连续